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1999年12月20日 零时零分零秒 在澳门文化大厅内 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澳门行政区区旗冉冉升旗 这标志着离别了祖国数百年之久的澳门 终于脱离了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在很多人看来 澳门似乎跟香港一样 都是在清朝末年被鸡贫鸡弱的腐败清政府割让出去的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早在大明王朝 澳门就已经被葡萄牙人侵占 而这一战就是长达446年的漫长历史 说到这一点我们感到奇怪了 四百多年前正是明朝中叶当时的大明王朝将于辽阔 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之一 实力不容小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会随便让他国任意侵占自己的领土呢 澳门最终又是怎么被割让出去的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 带您步入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部之割让澳门之谜 公元1553年那是大明王朝夹境32年 当时的大明王朝可不像大清王朝的末年腐败无能呢 那为什么容忍葡萄牙人在中国占领一块土地 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呢 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这样 这1553年的一天 有一支葡萄牙的船队来到了广东香山县的洋海 这些人谎称是东南亚进京的共使 要求登陆借地 曝晒他船舱中被水浸尸的货物 同时呢 又用重金收买了当时广东海盗副使汪博 来骗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 得到同意呢 登陆澳门 从此开始了占据澳门的历史 可是据我查阅史料发现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其实这事本来不是谜 随着时间的久远历史尘封 把这件本来简单的事情 盖上了层层的迷雾 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就让我们从最初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说起 其实呀 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 这时间并不是公元1553年的大明 嘉靖32年 而是公元1514年的明朝正德9年 在这一年呢 有一支葡萄牙船队来到了广东珠江口 沿海一带 他提出要求登陆并不是要曝晒被水浸湿的货物 而是要通商进行贸易 可是当时的大明王朝啊 实行严格的浸海政策 所以呢 他们的要求就被拒绝了 这帮的葡萄牙人呢 就停泊在海面上 中国的商人呢 就在海面上与葡萄牙人进行商品交易 显然 这是在中国的海面进行着违法的走私活动 可是当时明朝政府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干涉 又过了不久 又来了一支葡萄牙人的船队 这帮子葡萄牙人呢 可就不是来做生意的了 他们占领了中国的岛屿 而这个岛并不是澳门 而叫屯门岛 这葡萄牙人呢 占领了屯门岛之后 建筑军事公事 克什立碑 表示对屯门岛的占领 这屯门岛啊 在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之前 这史料中从来没见过记载 这个名字哪来的呢 据说是葡萄牙人占领了 珠江出海口附近的一座小岛之后 问当地人这岛的名字 根据音译给这个岛起的名字 那么就问呢 这个屯门岛是现在的哪个岛屿呢 关于这个问题呀 答案并不一样 有人说呀 是珠江出海口附近的内陵丁岛 有人说是大蝉岛 还有人说是香港的大雨山岛 而我比较赞同 屯门岛是珠江出海口的 内陵丁岛这个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地理位置上看 这个内陵丁岛的位置 恰恰就在珠江出海口的中心地段 地理位置太重要了 这珠江出海口啊 这可是广东连接南洋的必经之路啊 你只要占领了这个内陵丁岛 就可以完全控制广东的珠江出海口 因此这第二批葡萄牙人 是来者不善的 那大家就要问了 你葡萄牙人远在欧洲 你不远万里到我们中国来干嘛来了呢 你占我们的屯门岛意欲合围呀 再说了 干嘛只是葡萄牙人呢 怎么不会是别的国家人呢 为了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就得说说这葡萄牙人在欧洲的崛起了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 他从中国回到意大利之后 写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 他在这本书中把中国描绘的是繁荣得很啊 这中国和印度啊 真是遍地都黄金啊 这本书在欧洲上流社会流传很广 对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极具诱惑力 你看他们的封建筑啊 骑士啊 教士啊 商人啊 航海家们呢 心里啊 都有一个黄金梦 他们都希望到东方和中国贸易 以玩他那个发财致富的梦 那么最先做出这种努力的就是葡萄牙人 为什么是他们葡萄牙人呢 因为葡萄牙人呢 在15世纪末完成了政治统一 建立了中央极权制国家 就是葡萄牙王国 这葡萄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军事力量最雄厚 它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也是最发达的 因此呀 这葡萄牙就成为欧洲最早寻找新航线 向外组织殖民侵略的国家 好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葡萄牙人终于啊 绕过这非洲最远的这个 好王角 于1498年5月来到了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城 葡萄牙人经过艰苦的十年努力 终于找到了从欧洲经过海上直通东方的新航线 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 对西方这些殖民主义者们很有这个诱惑力 他们对这古老的中国垂涎已久了 尤其是西方上流社会 对中国的那些奢侈品 丝绸和瓷器 非常的渴望和需要 所以这葡萄牙人呢 占领了马六甲之后 经过南洋北上 就来到了中国的南海 他们首先就想进入珠江出海口 而且要控制这个珠江出海口 所以他们就占据了屯门岛 到正德十二年 也就是1517年的8月15日 一支由八艘舰船组成的葡萄牙舰队 载着葡萄牙的使节 皮莱茨来到了屯门岛 他们到了屯门岛之后 还想继续北上 结果遭到明朝海军的阻拦 可是葡萄牙人仗着他 尖船力炮 进入了珠江内河 来到了广州的怀远翼 就是现在广州市的十八府一带 他们知道中国人很痛恨他们 所以呢就把自己装扮成 伊斯兰教徒要求进京建皇上 梁光总督曾经听说消息呢 就接见了这些葡萄牙人 把他安置在怀远翼柱下 可是经过观察发现 他们根本不伊斯兰教徒 而身上也没有任何外交史节的文件 再说了 中国和葡萄牙之间 也没有任何外交和贸易往来 所以这梁光总督曾经呢 就把这帮的葡萄牙人 安排在附近的一个寺院里 让他们先学一学中国的礼仪 同时将这情况呢 就上报了朝廷 到了正德十三年 即公元一五一八年的正月 朝廷的旨意下来了 说呀 葡萄牙的商品 按照实价折合的银两给他们 通知葡萄牙的使节 皮莱茨进京洽谈 其他所有的葡萄牙人和船只 统统离开中国领海 这葡萄牙人呢 并不按明朝政府的要求做 他们退出广州之后 退居到屯门岛 在那安静诈寨 一年之后 有一位名叫西芒的 葡萄牙海军舰队司令 带着葡萄牙国王的指令 来到了屯门岛 什么指令呢 就是要在中国的南海 建立一个永久的领地 以垄断 对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的贸易 这个西芒啊 典型的殖民主义者 他到了这个中国的屯门岛之后 就把这儿当成了他的殖民地了 他带领了葡萄牙人呢 在屯门岛上建筑永久性公式 这军事要塞建立完成之后 不顾大明王朝的法律 在这一带走私 犯私 抢劫 伤队 劫掠妇 贩卖奴隶 还对这个过往 珠江口各国的船只 强行地勒索钱财 还在附近小岛上 嚼死了一个中国的水手 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 显然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 面对入侵者的肆意挑衅 一位强者站了出来 那么他会给入侵者 带来怎样的教训和惩罚呢 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部之 割让澳门之谜 大明政府在与葡萄牙人接触时 始终采取宽人克制 礼让有加的态度 然而 此时的葡萄牙人 不仅霸占岛屿 走私泛私 还大肆劫掠财物 自饶百姓 这无疑是对大明朝国法 与尊严的公然挑衅 此时正是吴宗诸侯赵在委期间 按理说 当时的大明王朝 并非像清朝末年那样 软弱无能 一个庞大帝国的军队 要向对付一支 飘洋过海而来的队伍 并非难事 然而 令人奇怪的是 明朝政府并没有采取 任何反制措施 那么大明朝 对葡萄牙人的不法行为 听之认知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这就得说说 当时的皇帝 郑德皇帝 武宗诸侯赵 对葡萄牙使者的态度 在郑德十六年元月 喜欢新鲜树 喜欢新鲜树这么一个皇帝 一听说非常感兴趣 这样一来呢 这位活者亚三呢 就借着给皇帝教葡萄牙语的机会 赢得了经常和皇帝接触的机会 得到了皇帝的庇护 这活者亚三呢 对明朝各位大臣非常无礼 已经引起众怒了 可是由于他有皇帝的庇护啊 所以大家是敢怒不敢言啊 葡萄牙使者在北京受到了皇帝的庇护 所以葡萄牙这些殖民主义者 在屯本岛上就更加猖狂了 到了大明王朝正德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五二一年的四月二十日 正德皇帝诸侯赵驾崩了 就在当天 时任内阁首府的杨廷和 借皇太后的名义 将皇帝身边那个宠臣江兵除掉了 这下朝廷中主战派占据了上风 对葡萄牙使者的态度完全发生了变化 先是将葡萄牙使者皮莱茨赶出北京 然后把他的翻译活着亚三处决了 又下朝拒绝接受葡萄牙进贡的这个要求 也就是拒绝和葡萄牙建立官方贸易关系 明朝政府的这个态度直接影响了葡萄牙 在中国一带的经济往来 大量的货物囤积在囤门岛和马六甲 影响了葡萄牙的国内经济 这葡萄牙国王就认为是西蒙这个人不称职 于是换来一位叫福文多米尔的葡萄牙人 担任这一带的海军舰队司令 这个福文多米尔带着五艘战舰 一千多士兵组成了一支葡萄牙海军舰队 进驻托门岛 什么意思 想用武力要挟明朝政府 要和你明朝通商 这忠仆双方都在严密的布防 气氛非常紧张 大战一触即发 到了正德十六年 即公元一五二一年的六月 刚刚继位当皇帝的 世宗诸侯聪下达圣旨 给这个广东海盗副使汪红 下命令说 赶快筹集你的锁部兵马 迅速对葡萄牙人进行反击 将他们彻底地赶出中国领海 务必不能使他们再滋扰中国 海盗副使汪红接到圣旨之后 立刻返回自己的驻地 准备驱逐葡萄牙人 你说这汪红到底什么人 他能够完成驱逐葡萄牙人的使命吗 说起这汪红 他是红日十五年的近士 虽然他是为人正直 为官清廉 可是这仕途相当艰难 到了五十多岁 才担任了广东海盗副使这个职务 当他接到 贾敬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的圣旨的时候 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这五十六岁 按当时的标准就是老人家了 这位老人家汪红面对的对手可非同一般呢 怎么讲呢 这葡萄牙当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他们来到屯门岛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 他们先从这葡萄牙本土把部队运到马六甲 再从马六甲把部队运到屯门岛 整个把这建立成为他的军事要塞了 占领屯门岛地区的这个葡萄牙舰队 是当时葡萄牙海军的最精锐的部队 而不防在珠江出海口的中国海军 实际上是广东水师 面对强敌葡萄牙 汪红心里很清楚 他对葡萄牙人是十分的了解 他知道葡萄牙人是绝不会轻易的退出屯门岛的 所以早在接到皇帝圣旨之前 他就开始了驱逐葡萄牙人的准备工作 虽然明军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此时的葡萄牙海军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船间炮利令人望而生畏 想要驱逐这样的强大对手 绝不能盲目发动进攻 必须知己知彼 从各个角度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那么为了打败强大的对手 王红都做了哪些精心的准备呢 第一 了解敌情 这王红啊 自有俗都兵法 对知己知彼 百战不代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 当 这五宗皇帝诸侯照驾崩之后 他就敏锐地感觉到 中仆之间必有一场大战 所以啊 他就化装成阿拉伯商人 悄悄地潜上了吞门岛 实地考察葡萄牙军营的情况 来到吞门岛 这实地一考察 他发现 这葡萄牙人真的是不可小觑呀 为什么呢 这葡萄牙人在吞门岛经营了这么多年 已经把吞门岛建立成为他的海军基地了 这吞门岛上啊 地势险要 整个岛上 设置了三十多门火炮 这葡萄牙火炮啊 射程啊 非常远 而且也很精准 根本不是中国火炮所能及的 每个葡萄牙士兵都装备一只火冲 这射程在百米之外 杀伤力很大 经过汪红的考察呀 发现这吞门岛附近呢 有十二艘葡萄牙人的战舰 这每艘战舰呀 长十丈 宽三丈 双层木板构成非常坚固 这船的两侧呀 伸出四十多只船桨 二百多人轮流划船 即使海上无风 他也可以迅速行驶 围着船旁边有四十多只桨 离远看像一只大蜈蚣 所以当地百姓就称这种船为蜈蚣船 这船上呢 还装备着防御工事 防御能力非常强 这葡萄牙战舰的这个进攻能力 也非常了得 怎么的非常了得呢 这每艘战舰装备三十枚火炮 这火炮啊都是铜造的 最大的一千多斤 中等的也五百多斤 最小的也有一百五十斤左右 这最大的炮弹有八斤重 火药的配方也和中国不一样 威力非常强大 整个岛上包括军舰 驻守的士兵啊 有三千多名 各个是装备精良 面对如此强大的葡萄牙海军舰队 这王洪你必须要 改善邻军的装备了 这就是王洪 为驱逐葡萄牙人所做的第二项准备工作 那么怎么改善民军的装备呢 他叫王洪啊 从葡萄牙人的这个营地 侦查回来之后 向朝廷啊 如实汇报了情况 然后呢 又请来民间的能工巧匠 准备仿造葡萄牙人的火器 那你说你这一个文官 你怎么能仿造葡萄牙人的火器呢 早在这一年的中月 有一位东莞的官员告诉王洪说 他由于这个水烧的问题 登上过葡萄牙战舰 发现船上有一个中国人 他叫杨三 而这杨三呢 比较熟悉葡萄牙的火炮制造 和火药配置 哎呦 这王洪一听大喜啊 就对这个官员说 想方设法 暗中联系这个杨三 动员他为国效命 并承诺日后一定会中赏 这王洪啊 在杨三的暗中帮助下 经过自己认真的琢磨和研究 终于仿造出葡萄牙火炮来 经过这一试验 哎呦 真的不一般 火力非常猛 可是比起这葡萄牙的原装货来 毕竟还是逊了一筹 但是比起中国人自己原来的火炮 那可是威力大了很多 王洪为准备驱逐葡萄牙人 所做的第三项准备工作是什么呢 加强防守 面对如此强大的葡萄牙海军舰队啊 王洪首先啊 加强这个南投寨 也就是现在深圳的南市区 和东莞县的陆地上的防守 然后呢 又把各种船只集中起来 准备军用 同时啊 向老百姓宣传保家爱国的思想 动员百姓支持这场战争 最后通过这个乡绅呢 将青壮男人组织起来 建立民兵 及时通报海上情况 大有全民皆兵的架势 当这个加强皇帝驱逐葡萄牙人的圣旨到达的时候 其实这王洪啊 这战前准备工作就基本就绪了 按照战争的规律 要想取强敌出国门 最好是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可是王洪却并没有采取这种战术 他依然决定先礼后兵 对葡萄牙人发出通牒 命令他们立刻撤出屯门岛 否则将进行武力驱逐 可是葡萄牙人呢 根本不予理会 于是 王洪带着他的五十多艘战舰 悄悄地出发 分东西两侧 对葡萄牙舰队形成了半包围状态 这包围状态形成之后 王洪下令武力驱逐葡萄牙人 面对明朝海军的武力驱逐 葡萄牙人首先开火了 王洪下令炮火还击 就这样 中仆之间 第一次屯门岛海战爆发了 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 又来了两艘葡萄牙巨型战舰 本来这葡萄牙的火力和实力 就比明军强大得多 这会儿又来了两艘葡萄牙军舰 这实力相差就更悬殊了 经过一番激战 明朝海军终于力不能敌 败下阵来 第一次屯门岛海战 以中国海军失败告终 面对强敌 显然硬拼是不行的了 这王洪立刻改变战略 严密封锁海岸 坚守阵地 以静制动 等待敌人进攻 这葡萄牙人 欺负中国火炮射程不够 他们就在中国火炮射程之外的区域 进行挑战 同时用炮火轰击中国守军阵地 王洪命令坚守不出 同时悄悄训练出一支擅长潜水的部队 等待机会 有一天又来了两艘葡萄牙战舰来挑战 王洪一声令下 潜水部队出击 这帮勇士从远处绕到敌尖背后 下水潜到了敌尖的底部 凿漏了敌人的舰船 葡萄牙人忙着堵漏排水 根本顾不上开炮 于是王洪下令他的舰队 迅速把这两支舰船就团团围住 经过一番厮杀 将这两个船是连船带人 俘获了 这场战斗 明军付出微不足道的伤亡 取得了完胜 从此 这葡萄牙海军舰队司令 富恩多米尔再也不敢轻易挑战了 这次战斗胜利 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什么收获呢 在这帮葡萄牙俘虏中 有一个叫潘丁的人 他自愿投诚 帮助中国人抵御侵略 这潘丁特别熟悉葡萄牙的火炮制作和火药配置 这王红就让潘丁 教中国士兵使用葡萄牙的舰载炮 然后根据潘丁的建议 对中国的火炮进行了改造 这下中国火炮的射程命中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那葡萄牙舰队再度进攻中国这个阵地呢 就被中国边防火炮 密集的火炮打了回去 这样一来呢 中仆双方就进入了僵持阶段 大明皇帝遭遇公民刺杀 危在旦夕 这个离奇大案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买家讲谈戏的节目 大明遗案下不知 家境公辩之谜 虽然在防御居敌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毕竟葡萄牙舰队船间炮力 战斗力强实力又在 要想彻底的击败对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然而战事的胶着状态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而这个改变则来自于王洪的一个妙计 那么为了击败强大的葡萄牙舰队 王洪究竟想出了什么好办法来呢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 这王洪啊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 然后经过一个月的准备 完成了一项进攻计划 什么进攻计划呢 他命令他的将士将这近百只的小船呢 全装满了干柴 然后在干柴上呢 又进入了很多各种油料 这将士不理解 这王洪什么意思 王洪就解释说呀 咱们等到南风起的那天 然后让这些小船啊 顺风向敌人的舰队飘去 等到接近敌人舰队的时候 把船点燃 大家明白了 这是一个火攻的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 有一个关键的环节 如果这个关键环节不解决 整个计划将前功尽弃 那么这个关键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些小船 飘进敌人舰队的时候 必须有人及时把火点燃 而这人很难全身而退 那么由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 王洪犯难了 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选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是他手下一个百户长 叫王应恩 可是他和王应恩之间情同手足 经常在一块喝酒 无话不谈 所以这会儿啊 他就下不了决心 让他来执行这个 必死无疑的战斗任务了 不过王应恩对葡萄牙人呢 可是刻骨仇恨啊 为什么呢 因为葡萄牙人 害死了他妹妹 王应恩为了给妹妹报仇 曾经多次潜入屯门岛 暗杀葡萄牙人 王洪听说消息之后呢 就对王应恩说 不要轻举妄动 好好在家练兵 等待报仇血恨的机会 好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正在十六年九月一天深夜 王洪洪把王应恩叫到跟前 对王应恩说 应恩啊 现在南风正气 你迅速地藏在一只小船内 带上取火物 跟着这群船队向敌人舰队飘 等到这些船接近敌人火冲射程内的时候 立刻把船点燃 可是你必须全身而退 答应我必须活着回来 王应恩一听说报仇的机会来了 激动地说 大人啊 我的命不足惜啊 只要有机会杀养鬼子报仇 我就心满意足了 大人 您可要多保重啊 这话音未落啊 王应恩领命而去 悄悄 藏在这小船里 趁着夜幕 顺着南风 就向敌人的舰队飘去 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在葡萄牙人发现 近百只小船 向他们的舰队飘来 他的舰队司令 夫人多米 列克下令派三个士兵 去驾船查查 怎么个情况 对着士兵说 如果发现有敌人 立刻铭枪市井 这些士兵一看这些小船上 没人呢 只堆了一些干柴 只见远远的中国海军 整齐的列队 不知道中国人搞什么名堂 正当这帮子葡萄牙人 纳闷呢 王应恩跳出船舱 点燃了船上的干柴 接着一艘艘艘的小船 连续被点燃了 这火一着 风势就更大了 所以这些小船 着着火的小船 就向敌人的舰队 冲了过去 王红一看点火成功 立刻下令开炮 在小船的冲击 和炮火的轰击之下 葡萄牙舰队 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根本无力还击 然后王红又下令 明军驾驶着白蒋青州 冲入敌人舰队 将敌人舰队分割包围 这白蒋青州 就是王红仿造 葡萄牙人的蜈蚣船 建造的新型战舰 这种船的特点是 船体轻便 速度非常快 几艘葡萄牙战舰 被点燃了 这葡萄牙士兵 被烧得焦头烂额 纷纷跳到大海逃命 王红立刻下令 潜水部队出击 这几百个勇士 跳到大海 向敌人的舰队游起 先把那些跳水 逃命的葡萄牙士兵 逆死在海里 然后潜到 没有着火的敌舰底部 将船凿沉 葡萄牙海军 舰队福恩多米尔 见大事不妙 换了一艘小型战舰 逃出屯门岛 奔马六甲去搬救兵了 经过屯门岛海战的失败 葡萄牙人不甘心 不久又精心组织了一支新的海上力量 由五艘重型战舰和一千多名葡萄牙士兵组成 和屯门岛海战时期的葡萄牙舰队相比 这支舰队实力更强大 火炮更猛烈 而且这一千多名葡萄牙士兵都是挑选出来 身经百战的老兵 就是这支当时可以堪争世界最强大的一支海军舰队 再度闯入中国的广东海域 直奔广东新汇县海域而来 新汇县海域 记载着太多中国人痛苦的记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公元1279年在这片海域爆发了 南宋和蒙古之间的崖山海战 这次海战决定着南宋的命运 可以说是宋元之间的决战 可是这次海战的结果 蒙古人以少胜多 南宋大军是全军覆没 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炳投海 自尽 很多忠臣是随后投海啊 十万军民跳海 殉国 此场面 惨烈 而悲壮 二百四十四年之后 又一支更强大的海军再度进攻这个地区 难道历史悲剧还会重演吗 人们不禁对王宏带领的这支广东水师的命运捏了一把汗 其实啊 王宏对葡萄牙人的这次进攻早有准备 当葡萄牙这支海军舰队刚刚到达广东星会西草湾 也就是今天的珠海市横秦岛以北 摸刀门水道以南区域的时候 陷入了明朝海军的包围之中 这个时候明朝海军的火炮 全装备的是缴获的葡萄牙火炮 与葡萄牙海军舰队是起骨相当啊 而且明朝海军呢 战舰轻便 运转速度快 王宏发挥我们明朝海军的优势 刚一交战迅速切断了葡萄牙海军的退路 一阵激战下来 居然将两艘葡萄牙巨舰俘获了 连他们的海军舰队司令别多路 也生情活捉 这葡萄牙人不甘心啊 派舰队来抢他的总司令 明朝海军一阵猛空啊 同时又把他们再度团团围住 正准备把他全歼的时候 突然天降暴雨 葡萄牙人趁着暴雨冲出重围 逃回了马六甲 屯门岛和西草湾两次海战 这是中国海军和欧洲海军 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作战 以中国海军取得完胜告终 葡萄牙海军从此啊 建造中国海军是望而生畏 那么葡萄牙人想在中国南海建立一个永久的领地 垄断和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贸易的梦想 彻底破灭了 经过屯门岛和西草湾海战之后啊 这葡萄牙人呢 再也不敢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他们的这个立足点呢 也从广东珠江出海口 转向了越东 福建和浙江一带 这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居然和福建浙江的这些商人 海盗和倭寇相勾结 进行走私 犯私 武装截掠的勾当 可是加进27年之后 大明王朝加强了对倭寇的围剿力度 这葡萄牙人呢 在东南沿海一带 很难再立足了 明军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 终于击溃了强大的葡萄牙舰队 欲抵欲国门之外 然而 面对物资富佬 极具诱惑力的中国 他们始终不甘心 为了能够在中国拥有立足之地 他们决心再一次卷土重来 那么澳门最终是如何变成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呢 加进32年 就公元1553年 葡萄牙人再度回到了广东 珠江出海口一带 重回珠江出海口的葡萄牙人 和当年屯门岛海战之前的葡萄牙人相比 完全不同了 根据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这样 公元1553年的一天 一支葡萄牙船队啊 来到了广东香山县沿海地区 谎称自己是东南亚进京的共使 要登陆澳门 要登陆澳门 借地铺晒 被水浸湿的货物 同时用重金收买了这个广东海盗富士 汪博 骗取了政府官员的信任 赢得了同意呢 登陆澳门 从此开始了占据澳门的历史 可是历史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这当时广东政府的官员呢 早就识破了这帮的葡萄牙人的真实面目 并且对他们严加防范 那么广东政府官员之所以 统一葡萄牙人登陆澳门 出于两种考虑 第一 当时这个广东海盗富士汪博 正集中精力围剿倭寇 所以不愿意节外生枝 其二呢 当时明朝政府 同时面对着北边的蒙古和南边的倭寇 两线作战的局面 有位大臣都建议朝廷啊 最好是部分的开放海禁 以分化瓦解葡萄牙人 同时增加财政收入 朝廷接受了这位大臣的建议 因此才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登陆 获得了暂时居住的权利 葡萄牙人到了澳门之后呢 给明朝政府上交商业税和租金 就获得了在澳门京章的权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 到了清朝建立之后 葡萄牙人不再交商业税 只交租金 可是清朝政府一直在澳门地区设置的 包括海关这样的政府机构 行使着中国政府的主权 直到1887年即清光绪十二年的十二月一日 这些葡萄牙人呢 才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仆会议草约 和中仆和好通商条约 将澳门地区占为殖民地 那么也就是说 加指头一算 自1887年十二月一日 到1999年十二月二十日 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 是一百一十二年 而不是四百四十六年 那么大明王朝还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以后再说